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文化相近 互联网用户的消费习惯自然也是相差不多 加之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越发迅速 这就为中国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日前中国知名视频网站开始探索东南亚市场 此举有着怎样的生意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出驻新加坡的观察员为大家介绍 宣秦你好 你好主持人 近日中国视频网站Bilibili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开通了泰语官方账号 并上架了一款能够提供泰语和英语两种界面的手机应用程序 近年来包括腾讯 爱奇艺等中国视频网站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东南亚视频网站技术合作 据了解东南亚地区人口约6.55亿 根据戴马西 贝恩咨询等联合发布的报告 2020年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 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3000亿美元 2019年 东南亚地区音乐和视频订阅总额约6亿美元 到2025年 这一数字有望达到每年30亿美元 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与中国用户的消费习惯相近 中国不断提升视频网站技术 东南亚国家也处于数字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这种合作不仅为平台带来商机 还为东南亚相关行业发展创造机遇 好的 主持人